行驶中的公交车突然起火 车上50名乘客惊慌失措 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事件是有无可的定性是要给一位军政交代的 火调专家林松如何抽丝剥茧查明起火原因 高工出马肯定就水落石出了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制作火场福尔摩斯即将播出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人 119全国消防资料 119全国消防资料 5�国消防 usu卖 118全国消防火 3 government 牧场的山公 現在喝的没法 可以 221 眼前的汽车残骸 便是在行驶途中突发大火的公交车 透过所剩无几的车辆股价 仍然能够感受到大火燃烧时的猛烈 残留的灰烬让人心有余悸 火灾事故调查预案 在事发后一小时紧急启动 12名火灾调查专家 于当晚的23时40分 全部到达事故现场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的话 这个车子的话 它已经拖到了一个停的场方了 整个车子已经烧 整个烧平了 能烧的东西基本上烧完了 起火的车辆是柳州市快速九路公交车 从当时公交车上记录的影像中可以看到 车辆在行驶至龙城西点附近时突然起火 接着所有乘客都迅速逃离了现场 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虽然50名乘客中无人遇难 但仍有18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公交车起火的事件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为无法判断除起火原因 也就造成了群众的恐慌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事实真相的揭晓 所以火调人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公交车起火的原因 这个事件是有何的定性 是要给人民群众交代的 你到底是自然的起火 还是人们的中国 那人们的中国犯罪分子是一个人还是多人 他现在的话呢 下落有何 是不是在里面 在受伤的人群里面还是已经逃了 你这个人必须要有最快的事情 要交代的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 给在场的所有人都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他们足以相信 完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这种感觉 没想到高工出吗 肯定就水落石出了 他上的衣服的部位 已经可以说明这是个什么 火调人员口中的林高工 指的就是公安部消防局 火灾调查专家组的成员林松 1953年出生的林松 今年已经63岁了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消防队伍中 林松的特别之处 并不在于他的性别 而是因为 只要有他在的火灾现场 就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结果 而面对这起公交车起火的事件 林松又要从哪里着手 展开调查呢 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开始马上就打开手机 开始查询 看看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也看看那些消息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在赶往现场的途中 通过观察网络上发布的照片 林松就已经捕捉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当时我一看它那个火焰的话 就是带着一种白色的光在里边 就跟我们一般的车辆 或者房屋燃烧的火焰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显得温度比较高 超过我们正常看的这些火焰的颜色 通常火焰在燃烧初期 会呈现出黄红色 而这辆公交车在刚刚开始燃烧的时候 就已经呈现出极亮的白色 这说明它的燃烧温度很高 而且从照片上能够看到后车门脚踏板 这些本没有可燃物的位置 也出现了猛烈燃烧的情况 那个线路故障 引着车辆着火的话呢 一开始不会出现一个轰燃的一个状态 就怀疑有可能是人为分佛 虽然种种迹象让林松怀疑 公交车的起火有可能是人为组织 但是这也并不能排除公交车是自燃 等其他原因导致起火的可能 林松必须到达现场 对车辆进行更详细的勘察 来确定最终的起火原因 我们肯定是要从车的车身开始 看它燃烧的蔓延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根据现场 车子内部和外部留下的痕迹 逐步地看到这个痕迹是指向 车子后边第二排 最先起火的点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通过对车辆的检查林松发现 火焰的燃烧痕迹从车头向车尾逐渐加重 而在车辆尾部到处第二排的位置 燃烧痕迹是最重的 那么这里就是最先起火的地方 也就是起火点 火调人员立刻提取了起火点附近的残留屋 并送到了检验中心进行检测 满载乘客的公交车突发大火 引起社会群众的恐慌 这些见证人到底他的证言证识 给我们有多少帮助 行政消防强强联手 能否还原事实真相 林高工他们在看监控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摩斯正在播出 虽然明显的液体流淌痕迹和之前的种种迹象 让林宋怀疑这是一起人为放火事件 但是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这一切还仅仅只是猜测 就实事求是 对于我们做火灾调查的人 他是靠证据来说话的 所以他所说的每一个事实和每一个结论 他都是要靠证据来支撑的 在调查每一期火灾事故时 无论是面对物证还是人证 林松都会保持他惯有的严谨态度 而一个小小的证据通过他的推理 也总能引出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对这个人 我们就可以对他的证实 这也是进行一个推断 比如说他说看到这个瓶子滚出来 那瓶子是滚出来了以后再睡 还是掉出来就睡了 要是掉出来就睡了 滚不动的 对吗 那他既然是滚出来的 碰到什么东西睡了 碰到什么东西睡的时候 你看到他睡的时候 闪的是什么光 是蓝光是白光 是先冒烟再起火 还是先起火再冒烟 就说这些见证人 到底他的正言正识 给我们有多少帮助 事发时 公交车上满载乘客 事发路段人员密集 正常行驶的公交车 突发大火完全报废 如果是自然 那么起火原因是电线短路 还是出现了其他故障 如果是人没放火 那么放火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他是否会继续作案呢 当天晚上就我们一直跟踪这个事情嘛 跟踪这个事情 后来当天晚上做出来 是有这个助软剂的 在起火点提取的物质中 的确含有汽油的成分 这也就吻合了林松的猜测 公交车的起火是人为所知 那么接下来 行人部门就可以针对人为放火的方向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距离揭开真相又进了一步 一旦擦出来以后 我们所有做火调的人 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就感到特别的欣慰 而且 有一个就是感觉到什么呢 成就感 这个成就感和这个欣慰 至此林松和他的火调团队 已经完成了起火原因调查的全部工作 但是他的心却仍然没有放下 在他看来 直到确定放火嫌疑人是谁 才是工作的全部结束 而对于放火者的人员所定 林松也有着自己的推断 他是有预谋的 因为要是说是义愤的 或者是一时冲动的 他往往自己都烧死在现场 像这个他没有 他逃离了现场 能够逃离 那逃离了 他为什么要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就分析 他坐这个位置最有利于隐蔽 是在这个汽车上面 别人不容易发现他在干什么 而且他在这里 有利于转机的菠萨 容易留 因为他坐在比较高 容易留 另外一个他靠近窗户 他可以逃出去 这些都说明他是有预谋的 在我们在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个人 你也知道我们发生事情以后 很多人就是往出事的地点去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个人很反常 他往外跑 这个是林刚工他们在看监控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就把这个视频的调子就往前拉了 就拉前几天的 因为你要来踩 要踩点 要不限 你可能你来的时候你有伪装 但是你在预谋的时候 你是不一定有伪装的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有人 不断地在这条信的周围徘徊 是谁在公交车上点燃大火 又是谁在起火后逃之夭夭 派出的飞服队一路在云着他的信 云着他逃跑的信 一路追过去 但是中间还是有个时机差 监控中出现的神秘男子 能否揭开谜团 你没有牌子很大一个违规 你怎么够你 我看都没有 给你给你 119全国消防日 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摩斯 正在播出 警方在监控视频中 锁定了林松所怀疑的男子 他们调取几天来 附近路口的监控视频 发现该男子均有出现 并且还在附近买过汽油 但是仅凭模糊的监控视频 还不足以让警方确定 这个人是谁 就在这时 一名交警给出了重要线索 他说 这名男子很像自己在办案时 遇到过的一个人 法票 合格证 还有你的身份证 对啊 现在我跟你说了 还有你的身份证 你有驾照吗 有一起带去 这个都可以重新处罚 但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今天这个车子要上盘 你没有盘 就很大一个违规 你这么过来 我盘都没有 给你给你 执法记录仪中的这名男子 因为驾驶违规车辆 而在事发当天 与警方发生了争执 更巧合的是 男子当场放了一把火 点着了自己的三轮车 那么既然他与放火燃烧公交车的嫌疑人 如此相向 警方决定 先将该男子带回询问 而就在查找他时 办案人员发现 该男子已经逃离了柳州市 我们派出的飞服队 一路在运着他的信 运着他逃跑的信 一路就追过去 但是中间还是有个时间差 所以我们好像12个半小时 我们把人搞到手 他自己承认了 这场1121公交车放火案 在消防与行政共同的配合下 终于成功告破 在整个案子侦破的过程中 林总的判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说有预谋 他甚至曾经说过 这个犯罪行业人 可能学习过 前面的公交车中火的案例 事后果然 根据我们林总的 给我们的这个推断 复原 结果完全证实了林总的判断 我感觉他就是佛摩斯 其实那里面线形不是白色那个 是铝 然后就一摸 就灰了嘛 林总常常以警犬来比喻火钓人员 每个现场都是他们大线身手的地方 而火场的调查环境很恶劣 周围都是烧焦的物体和焚烧的气味 很多火钓人员为了争取时间 进入现场后就是埋头一天 有的时候危险也伴随左右 但是煤气火灾事故 都需要有人去查明起火原因 还原事实真相 认定事故责任 所以即便如此 全国仍有800多名火钓工作者 在坚持着这份工作 我们火钓人就觉得我们这项工作 有个挑战性 我们到现场以后 每一期火灾 它都不可能跟另外一个火灾 是完全重合的 有相似 但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 所以每一个火场对我们来讲就像一个挑战的一个课题 一个考题一样的 就是每一期火灾都是对你都是一个考试 就看自己的平时的学习 平时掌握的技能 能不能在这个新的环境 新的火场里面 能不能得到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这么一个结果 林松说 如果从事火灾调查工作 是源于对他的热爱 那么坚持把这项事业做好 则是因为这份职业所赋予他的使命感 你也说作为一个人 特别像我们这样作为一个军人 一定就有自己的使命感 不管是历史也好 是人生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工作也好 都赋予了你这个指责 你就是要把这件事要做好 做好就要做尽了 做尽就要做成了 2013年林松离开了消防 但是退休后的他并没有放弃一直以来的工作 并没有离开火调 只要是被需要 不管在哪里 他都会立刻赶到现场 投入到火灾调查工作中 如今的他在解决一些存有争议的案件中 也更能体现出一个老火调者的沉着冷静 这是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义武消防队的第167次出景 水车镇地处雪峰山山脉东路 林木连绵 民居多有木质构成 是农村火灾多发地带 2003年冬 水车镇已临结老店 因电路老化失火 半条老街在熊熊烈火中尽数焚毁 大伙将13户人家毁之一具 也让村民们意识到拥有一支消防队的重要 没有装备 大伙一起凑钱买 日常开支 队员平均分摊 出景抢险 不收取任何费用 13年来 水车镇义武消防队参与抢险167次 为山村百姓挽回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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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